嘿唷 我是聚隊長 今天又來到好物推薦 P3呢 我要來介紹一下 雷強的相關物品 那去今年年底的時候呢 要去台南這個雷強聖地去朝聖一下 如果台南釣友願意提供台南的釣點資訊 給我們拍攝的話 那可以私訊給我們粉絲團 好啦 那其實在還沒開始做這個頻道之前呢 我跟拓爾哥收到前輩Playfish的影響 有玩過一陣子的雷強 那為了這次台南行呢 我們也準備重拾一下當年的雷強魂 所以就去王上也買了一些雷強的必需品 那就來介紹一下吧 OK 首先來介紹 好 首先來介紹這些 可愛的雷蛙們 OK 那這些雷蛙都是 魚獵所生產的雷蛙系列 對 好 那我主要都買他們家的一些雷蛙的某個 某些型號 好 來介紹一下 那這些 這個是烈黑 這邊介紹一下 這個是烈黑 那它上面寫說它是用穆斯達的 穆斯達的鉤子啦 所以這個雷蛙呢 它的鉤子硬度應該是不用擔心 很強 以前我也是比較常用魚獵的烈黑啦 覺得烈黑它的 著勾空間不錯 然後它本身配重就很好了 很容易拋頭 OK 這是烈黑 那它還有比較小一號的 它就是叫小黑 就是縮小版的烈黑 OK 就是這個 跟烈黑比起來稍微小了一號 小了一號 那這是針對如果場地的袋比較小一點的話 嘴巴比較小 咬不準 那你可以換小一點的雷蛙去試試看 這就是小黑 然後還買了綠色的烈黑 烈黑跟小黑 青子組合 烈黑跟小黑 好 那它後面的配重還是不一樣 那一般會準備一個深色系 然後再一個亮色系 那其實以前魚獵呢 它有出過黑色的雷蛙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就 黑色就停產了 就不太出黑色 但是 我們台灣有一個廠商就是跟 魚獵去訂製的黑色的雷蛙系列 這是拖他們的服 我才能再入手到以前我覺得 最好用的黑色 不知道什麼黑色這麼好用它 魚獵就不出了 黑色的烈黑 很強 我覺得黑色真的超強的耶 不知道為什麼 泰國底就特別愛咬黑色的 不過還是要看場合啦 所以我會準備一個 一個亮色 一個深色系 好 那麼 以上的這些雷蛙呢 我是在 蝦皮搜尋雷蛙專賣店 或是FB搜尋雷蛙小鋪 都可以 去跟它購買 那這個 黑色的烈黑 跟黑色魚獵系列的雷蛙呢 都是他們 請魚獵去 再重新生產啦 把握機會不好買 黑色的 烈黑這些都不好買 然後呢 他們還有販賣 他已經改好的雷蛙 然後我順便跟他買了一個 改裝好的烈黑 這是改裝好的烈黑 前面 改成用卡布拉線 防咬線 然後後面加裝亮片 這邊配重有更改過 他的配重又不一樣 就是高端型的改法 然後著勾空間也是非常的足夠 著勾空間 雷蛙最重要就是他的著勾空間 如果著勾空間不夠 雷蛙咬下去之後 他 你開槍沒辦法 打進去他的嘴巴裡 這是他改好的 那當然 會順便跟他買了一些改裝的零件 這是改裝亮片 這是比較大片型的 這是小片的 那再來就是還有 改挖必備的挖膠 那雷挖膠的話 其實是用這款 讓我貼的 軟質塑膠專用介助劑 這個就很好用了 那大家 你玩雷牆 你的捲電器是非常重要 所以這次也順便升級了一下 我的雷牆捲電器 跟大家介紹一下 OMOTO的 新的球長 新款球長 Cereal MVP 就是入手買的是 5500型 那OMOTO這個牌子呢 它是 台灣的牌子 它的捲電器是在 台灣盛產 開箱看一下 這一顆 新的球長 它是金色的造型 金色 是5500型 然後左手捲 它握完也很大顆 握起來 蠻舒服的 因為你彎了一牆的時候 你的 握完要大顆一點 你要做一些 比較用力的動作 比較好施力 然後 它裡面還有附捲線器喔 不用擔心以後 後續不要有問題 OK 它這個是它的磁力煞車 它磁煞 然後還有它的機械煞車 那它裡面還有 6.4的離心煞車 可以去調整 它這邊側邊有寫 Made in Taiwan 那它這邊都有做一個 快拆式的螺絲 也不會掉下來 就把它轉開 就可以打開來了 6.4的 離心煞車 在這邊 它的線杯蠻深的 你的線容量可以用蠻多的 裡面的磁力煞車 磁力雙煞 那我剛入門玩雷翔的時候 那也是買了一顆 OMOTO的CHIF 那舊款的球長呢 它的板機設計 我就覺得不是很好用啦 它已經設計在旁邊 這個旁邊 那你要按板機的時候 就是要按過來 對就是不太順手啦 那它新款呢 就直接坐在這個中間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順手度啦 就是你這樣握的時候 就按下去 它就開了 按下去 那OMOTO呢 它算是就是 真的就是 做一些專門雷牆的東西 它還有出一款線 欸 線 它的雷牆專用線 雷牆線 它是八邊的編織 那這次買 用的是P6號 算是雷牆的基本的號數啦 如果你要玩雷牆6號 很適合的 剛剛買了這些 改裝瓶啊 雷蛙 到時候應該會再做一篇 雷蛙小簡單的改造教學 到時候再 大家再期待一下吧 就先期待一下 年底的雷槍星 可以順利的起魚啦 也真的蠻久沒有用雷槍來種魚了 對啊 OK 那今天毫無介紹 就介紹到這邊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第一手影片資訊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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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全球 然後 人 大